双十年假进入尾声 不少出游民众陆续要返回工作岗位 但是似乎受天气影响 10号一大早 台九线上的车虽然不算少 不过还是很顺畅的 在铁路的部分呢 则是在下午进入搭车的高峰期 双十年假最后一天 不少出游民众陆续要返回工作岗位 台九线北上路段 从10号上午9点半开始 就陆续出现零星车震 虽然数量不算少 但却没有出现回堵情形 交通可以说是 相当顺畅 刚才有感觉到北上车子比较多吗 还好耶 还好啦 车子有多一点点 但是都没有塞车的感觉 车子是有一点小多 但是还不会影响到 我们的预定行程 目前都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没有塞车啊 对没有塞车 双十年连续假期的最后一天 经本车观测 本车期道路145区北上车旅 有稍微增加了情势 但是行进速率就能保持60公里以上的速度 行驶 那么交通顺畅 那么下午的部分 以及晚上部分 也不无可能有增加的形势 而在铁路的部分 台铁花联站同样是没有出现明显的大车人潮 那基本上以往年来讲 我们这个连续假期 等下收假日 可能就是落在今天的下午 今天上车人数 我们推估应该会有14000人以上 连日的坏天气 加上部分灾害的情况 让今年的廉价不再塞车 除了警方加强疏导 也和工程单位配合联系 保持交通顺畅 守护民众的出油性质 也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 记者徐立芹新丞相报导